嘿大家好 大家好 嘿大家好大家好 那麼今天我們要帶來的是 全輸出裝的圖倫 大家來看一下 有多暴力就有多暴力了 另外呢 額外的再給大家一點Service 我來教大家 怎麼樣利用若伊的回家技能 速速回家 速速回來 大概只用了0.1秒 血量補滿 這是有個關鍵的 我等一下詳細的跟大家講 雖然說若伊現在跑一才用不到 不會被這個 用不到啦 就是會被ban 然後你也想用也用不到 所以這個組合技呢 在排隊賽基本上呢 沒有任何幫助 但是呢你打一般場的時候 哇這若伊啊 那打個五場就有十隻若伊啊 搞什麼東西啊 根本就叫若伊對決回家對決 那為了節省時間 在這個社會上 Time's money 乖乖喝湯你媽就不會罵你 所以我們這一場呢 就來教大家 熾仔細教大家正確的切入時間點 喔 所以大家等一下呢 有些地方會直接給他暫停 大家就仔細的看 那個切入若伊的圓圈圈的時間點 是什麼時候 那安格� deport 基本上死去 因為呢 我們有奎倫衝進去 再加上我的大招 安格奴也沒有大招可以扛傷害 所以剛剛看到了 必定可以拿下這顆人頭 大家說啊 蜈蚣不受路 既然來到下路 殺到對手叫老木 當然必須拿點兵線來擠付嘛 是不是 好我們這邊要再幫奎倫治癒一下古龍 欸結果他竟然把古龍讓給我 很好 好好先生 這邊遇到拉茲沒關係有沒有看到 跟他擦身而過啊 那我也不打算往前追啊 因為我看一下隊友都在比較偏下路的地方 啊兵線也來了 其實圖倫在跟拉茲對線的時候是很好對線的 因為我們清兵速度比拉茲更快 他這邊大招黏上去 欸沒死 喔可惡啊 這邊齊爾來了 小心一點他可能會對你丟大招 害我呢 被騙掉了一個閃現 結果他沒丟大 那還好我們是奎倫打野啊 所以這個藍buff就可以盡情的拿 對方的輔助呢 其實如果要會晚一點的話 應該要幫拉茲清兵線 然後帶著拉茲呢快速去支援其他路 因為拉茲的gank能力很兇猛啊 我說實在話 他的一技能二技能 大招再加上一個普攻 全部都能控制耶 欸這很了不起耶 一個法師這樣直接一套就把你帶掉 大家記得拉圖倫的被動 大概可以維持7秒鐘 所以你沒事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自己被動疊出來 比如說你看若伊被欺負 我們就出來 用自己身上的被動去嚇阻一下 那有兵線的時候就會比較好打 因為你可以先疊個 一技能可以先疊三層 然後在旁邊閒晃 如果像這種沒有兵線的話 要打架就有點困難 很吃操作技術 你一定要 一二技能全部砸好砸滿 那這邊對方騎爾 這個感覺想對我丟大 這到底有沒有大 他其實刷起來我是可能會死的 就他不知道為什麼一直不丟大 還蠻神奇的 好那這已經沒血了 我覺得差不多就要先回家了 不過這時候來 若伊過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 若伊這個時候在我腳邊 準備放二技能 大家仔細看清楚喔 眼睛不要眨 為什麼選圖倫又沒有若伊 來就這個閒點有沒有看到 圈圈幾乎已經碰在一起了 然後我馬上丟出技能 是不是 回來啦一次補3600滴 這個不是0秒 這是0.1秒補血 好我們看到上路的 齊爾呢 在旁邊自己play 感覺到他好像很無聊 我們就過來找他麻煩 他在這邊看戲耶 皮影戲是不是 還是阿中布袋戲 這時候大招攪起來 就齊爾剛好丟大招 還不錯 我們這有墊墊 但齊爾丟了一個免疫 不過也沒差 還是得死 這個免疫其實可以不避解 他可以晚一點再攪會比較好 好我看到奎倫往前了 我們這大招丟得有點急 因為我想說奎倫應該可以 迅速收掉對方人頭 想說怕撿不到人頭 那這個大招呢 背出去之前 如果對手掛掉的話 你呢是可以 大招一樣可以減扁CD的 可是如果說你丟出去的時候 對手沒掛 然後之後才被打死 那是沒辦法減扁CD的 那昨天的改版呢 改最多的應該就是 埃羅無誤啦 幾乎一二三技能 都得到了優化 那我們當然明天 我就來 拍一部影片給大家看看 這次的埃羅 很強啊 我覺得還不錯 可以拿出來用 但是沒有到非BAN集選 但我覺得還不錯 喜歡埃羅人可以拿出來用 我記得我曾經 拍過一部影片 是在講說 埃羅真的是一個超廢角 好來大家來看一下喔 這邊我要再示範一次囉 眼睛看清楚了 很快喔 這邊沒有暫停 要咻 血又補回來了 我就是在抓 那個一瞬間有沒有 他那個圈圈已經要合起來了 那個時候丟技能 你才過的 你才會再回來 如果說你早一點的話 你就會直接送回去 這個BUG再不改的話 我真的是覺得 不行啦 但我基本上我玩到現在 還蠻少人 還蠻少看到有人 可以成功的在我面前 這樣咻一下就咻回來 我只能說 大家多多練習 畢竟情人捕捉早起乘搏 是不是 那我這邊看到安格列已經上馬 那他還沒下馬之前 我就先不要靠近 這時候他下馬了 他血量還沒壓到最低 所以其實是 可以先壓他的血量了 因為他等一下回血之後 是回生命%數 所以你不先壓低他的血量的話 等一下他血量只會更多而已 不是說安格列下馬之後就不能打 打是可以打 但是不用丟就是 全部的技能 因為畢竟他還是會再 回一點血量回來 那再來就是要心裡去莫屬 安格列到底下馬幾秒 你要看一下他剛丟多少是技能 如果最保險的情況下 你直接數5秒 你就當做他很厲害 來大家看一下這個圖倫的傷害有沒有 直接大招 掰掰 秒掉 秒掉對方射手 我今天這一套裝備啊 幾乎是全攻擊裝 輸出超高的 那麼呢 這邊呢 再工商一下 如果呢 你還沒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拜託一定要訂閱一下 因為啊 有非常好康的事情啊 只要我的頻道破10萬訂閱 我就會 抽出 10名觀眾 到時候的抽獎辦法 再跟大家講 每名觀眾送價值1500的東西哦 而且這東西呢 是你可以自己上網隨便選的 只要是大概1500的 我都可以給你 所以呢 這麼佛心的實況主呢 一定要給他訂閱訂一下啦 好 那我們 基本上推掉這座塔就差不多ok啦 因為沒什麼兵線了 應該可以強行推掉吧 剩一點點而已 好 來大家再看一下哦 這個視野沒有慢動作哦 有沒有看到 準備結束 繼續 又出來 血量又補回來 就是這麼輕鬆愜意 大家不要覺得我好像很容易就做到 你也可以好不好 Just do it 我知道安格列在下路啊 我要準備打安格列之前 我先疊好這個被動 這是安格列上馬嘛 所以我也沒有必要急著過去 不然過去只是白白被他揍而已 那我還在猶豫說什麼時候過來 安格列下馬了 這邊大招攪起來順利收掉 有沒有看到 其實安格列開大招就是這樣 你就要先注意一下自己進場的時間點 這邊遇到齊爾先往後拉 先往後拉 往後拉的目的呢 也是為了引誘對手 因為你的隊友都在旁邊 你看安格列直接衝了過來對不對 這邊他下馬了 我們莫屬一下 來一秒鐘兩秒鐘三秒鐘 好他差不多完蛋 這邊呢 來就是有沒有 快要合起來對不對 然後就往前走 這時候還不能進去喔 扯起來之後才能按技能 剛剛那個 瞬間啦 大家自己確認拿捏一下 這不是練習場啊 這是實戰演練演練給你看 我至少四次啊 基本上四次都有中 那這邊的話呢 來看一下 這個就為什麼沒中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位移技能 可是呢 其實你繳閃線也可以 我當下其實就在猶豫說 到底要等二技能好還是繳閃線 但剛剛就是 其實如果繳閃線的話 應該是可以馬上就出現在那邊 但我當下比較貪心啦 我還想說等二技能 結果二技能剛好好 然後我就剛好被傳回來 所以就有點小可惜 好沒關係 這邊對方的拉維爾嘛 大招繳上去 這邊被動再往前貼 二技能打到 我還有一個閃線完全不怕 這絕對黏得死啊 那為什麼我要提前丟一個大招呢 其實你也可以不用丟啦 就是 因為丟大招你可以再疊一層嘛 就想說那就先疊一下 因為我覺得好像跟不太到 沒辦法完全疊出被動 而且 他其實不用大招就可以殺啦 你光被動就可以把他打死 好那 對方呢把天空巨龍放在上路啊 剛剛他們拿到了凱薩 現在天空巨龍在上路 我想說跟著隊友先去把上路的龍給拿掉 不過現在對方的人都已經消失在地圖上 我覺得很有可能在上半部 一隻特安娜是在下路 拉茲也在下路 那上半部基本上最多就三個人 我們這邊有五個人 硬要打架的話是打得贏的 而且他們也沒什麼弱伊可以召喚對手過來嘛 好我們這邊看一下 先用一技能疊被動 現在沒什麼能夠進場的條件喔 因為我們的被動只疊了一層嘛 這邊再往前稍微疊一下 再往後拉 那瞬間隊友隔屁兩隻啊 而且他們下路的人過來支援了 糟糕 這邊我先收一下這個特安娜斯 收掉之後呢應該還有三隻 那我們這有被動 看能不能靠近一點把被動打出來 這邊拉茲過來一個閃現騙掉他 那大招近距離射掉之後 欸OK成功 這邊再一個一技能疊出被動 齊爾不知道有沒有大招 哇靠完蛋了 他有大招就死定了 因為我當下以為 他在我 在我們開團之前啊 就丟大招啦 就在打團戰的時候 所以我當下 沒有想說他有大招 我想說還可以再殺一隻 結果他有大招 沒辦法 一定穩死的 有點可惜 不過沒關係還好 他們沒有把我們主堡給打爆 差一點 這邊齊爾一眼不合就開大 我大招就丟在小冰冰身上 很可惜 不過他們瞬間死掉一個齊爾嘛 現在我們五個人 基本上 一起灌中路 應該是可以灌的進去 我這邊就按發起進攻 而且我們現在 還是有經濟上的一些優勢 硬要打下來還是行的 好 對方拉茲呢 在上路葛屁了 這是一個好消息 不過我們也是一換一 那安格列在下路 這時候就要賭啦 到底是我們拆塔比較快 還是安格列拆我們家比較快 其實這時候安格列呢 他只能賭說自己繼續拆 因為 這個家 我們要拆還是要一點時間 但他說不定可以拆掉一座高麗塔 我這邊為什麼想說要 去草叢 其實我是原本想要 到那邊回城的 那結果發現了 也不用 因為安格列回來了 那最後呢 他們的主堡就爆掉了 好今天這部影片到結束 掰掰